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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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美丽的香港,登我,掌握我的地方 天清气爽,固然令我着迷 如中无中,一样使我陶醉 考一下你 我刚才用了什么抒情手法 不用借助藏物 罪事 雪梨 直接抒发出对香港的感情 这种就是直接抒情的方法 感情是看不见的 直接抒情就很抽象 所以直接抒情的句子 通常和其他描写 比喻的句子配合使用 譬如曹操的名句 老企服力 自在签理 烈士暮连 藏心不已 前两句是比喻 后两句就是直接抒情 千里马 老了扑向马槽 仍然想辞请千里 志向远大的人 到了马面 红心藏志 仍然不会衰减 烈士暮连 藏心不已 比较抽象 看不见 摸不到 所以就用老企服力 自在千里 来作为比喻 令它更具体 和形象化 那直接抒情 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呢 直接抒情 感情比较强 但又比较空泛 所以要和描写 记序 议论等等的内容 结合在一起 嗯 就是因为直接抒情的缺点 是不够具体和形象化 所以在诗文里面 通常直接抒情的句子 都是比较少的 嗯 记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先记最重修岳阳楼记经过 之后描写楼前洞庭湖的景色 再议论游人的感受 最后直接抒情的说话 就是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 嗯 这种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 真是很难得 嗯 嗯 是西风 马是兽马 羊是直羊 这些字眼都有很浓的感情色彩 算验出一幅悲凉的秋景图 这就是间接抒情的方法 是呀 间接抒情就是透过藏物聚事说理来抒发感情 那我明白了 这首曲是透过景物描写来间接抒情 没错 头那四句就是写景 而最后那句 断肠人在天涯 就是用这个抒情句子来点名主题 原来是一位漂泊天涯 感触满怀的游子 在夕阳古道里面独行 景中有情 情中有景 真是情景交融 透过描写来书情 不单止是可以写景 又可以是某一样物件 即是将人的感情 思想和品格 融入物件之中 没错 这就叫做 容情于物 托物言之 物我合一 又譬如 唐代诗人张九宁 高永竹树的诗 其中有两句很出名 高折人相众 虚心势所知 高质 幼稚 虚心 既写出足的特点 同时 又抒发了人的高尚情怀 这就叫做 物我合一 你记不记得 当代作家张晓峰 在散文中描写过三种书 记得 商丝书是化作焦炭也商丝 其实是死人些什么 其实是赞美人的牺牲精神 那木棉花呢 就像是从干裂的伤口里 吐出的火焰 又是死人的什么 是赞美人的唇樸 光强气质 嗯 百千层是一千层白色 一千层唇杰的心脊 是赞美人的坦诚 如果要你捨这棵榕樹 你会希望祈堂什么钱 嗯 赞美一种饱经风伤 仍然老当益壮 为人遮风挡雨的情怀 中一时有一篇货文叫《少年不耕》 你记不记得 我读书这么认真 当然记得了 《少年不耕》 是意大利的作家 阿米歇斯所写的小说 嗯 考考你吧 小说是用了什么的抒情手法呢 这事是参与了 花anto老大 在那的中间 都是马上乔 在那里面 下词 小说的 是 小说的 交易主義的高等片 你會進入職 BILL的規模 你會進入職劃 你會進入職劇面? 虛度受訊件。 非常動人。 即是間接抒情的第二種 透過事件的罪術使者 這便叫做 敘事和抒情的結合 即是容情入事 剛剛你好像說 中一時讀書很認真的 那篇木蘭詞 就能背的了 遮遮复佛遮复 木蘭当户跡 奔文姬楚生 遗文女叹色 阿耶母大儿 木蘭母掌卿 愿为史安馬 从此替耶稚 這首是敘事詞,是透過… 是透過敘事來抒發對父親的孝順之情 真是心明口快 那到我考你了 透過敘事來抒情有甚麼特點 要留意敘事往往不是作者的目的 作者的目的是抒情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寒清 這兩句是用了甚麼抒情法 你先解釋一下甚麼叫寒清 好,即是古代用的竹簷 首先要把清竹的水,即是寒、考乾 然後才可以用 所以竹簷又叫寒清 但在這裏的意思是講歷史書 即是清史流明的概念 這兩句詩是用了間接抒情的最後一種方法 就是透過異論來抒情 即是抒情和異論結合 遇情於理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寒清 透過甚麼道理來抒發慷慨就義的壯志豪情 這個道理就是人難免一死 但死也要死得有價值 嗯,又例如 海內全知己 天涯若備論 又是透過甚麼道理來抒情呢 即是說,如果心靈相通 就不怕距離有多遙遠這個道理 你抒發有情 又例如蘇東波的水調歌頭 多謝 多謝 Thanksgiving 這是甚麼意思 禪惡即是月亮 千里共禪惡 即是千里之外大家一起上月 這個也是透過甚麼道理書情 是說明悲歡離合十一名月 有時緣 有時缺 無需介意 只要人能夠健康平安 那就心滿意足了 你詩詞這麼聰明 不如我考考你散文吧 記得當代作家楊索 有篇散文叫做荔枝物 文章透過讚美蜜蜂勤勞 忘我 為集體的精神 來讚美勞動者 在楓牆 仰蜂原向作者介紹蜜蜂新勤彩物 為群體 從筆記教個人得失 就算死 都悄悄死在外邊 免得給大家帶來麻煩 跟著作者 就透過意論來抒情了 我的心不禁一戰 多可愛的小生靈 對人無所求 吸人的 吸是極好的東西 蜜蜂是在讓物 又是在讓做生活 不是為自己 而是在為人類 讓做最甜的生活 蜜蜂是渺小的 蜜蜂卻又多摩高尚 透過意論抒情 如何才為之好呢 一是情要珍切 你要精靜 深刻又創意 我想應該有些哲理味道 其次就是不能憑胸法意論 和聚述苗寫結合在一起 那就為之好了 嗯 風宵宵是液水汗 葬事一去是不復患 這兩句是戰國末期 經過刺殺秦皇的時候 走到河邊唱的液水歌 怎樣?要去刺殺秦皇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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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 風燒燒是液水寒,是描寫液水的景色 從風聲的燒燒和液水寒的寒字 就可以體會那種悲壯的情懷 用情入境,遮境抒情,這就是間接的抒情大法 第二句, 壯士一去是不復還 直接抒發那種一去不回,捨生就義的英雄器概 這就是直接的抒情大法 第一句, 風燒燒是液水寒, 景中有情 第二句, 壯士一去是不復還, 情中有景 景, 即是壯士的形象 這就叫情景交融 時間不早了, 我們走吧 你不忘了, 你需要來吧 有別的感人 封禍 再寫, 水寒 其實是小子陈 不是借壯, 封構 也不重 不, 並不和